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局不顾民意反对 为政治目的执意开放有问题的美国农术产品进口 损害岛内民众的健康扶持 借机换取外部势力对台独势力的支持 势必遭到两岸同胞的坚决反对 据台湾媒体报道 蔡英文声称在确保安全无余的前提下 台湾将逐步开放美猪美牛进口 对于未来美国牛猪肉的进口 跟大家保证 政府会做好安全把关 蔡英文还称 我们过去也曾反对美猪美牛进口 但现在时空环境已经改变 开放美猪美牛可以同步促进 所谓台美关系的推进云云 现在我已经责成我们的相关部门 在保障民健康的前提下 依据科学证据 国际标准订定进口猪肉 莱克多巴胺安全的容许值 以及放宽30月零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 对此有党内网友立刻批评称 这不是卑躬欺息 什么才是卑躬欺息 蔡英文 民进党双标准 蔡英文上台以来采取亲美政策 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与美国签署所谓自由贸易协议 按照民进党方面的说法 与美国签这份协议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实现两岸经济的脱钩 不过 虽然民进党当局一再宣称 现在是所谓台美关系最好的时刻 但在利益面前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近日以台湾限制美国牛肉与猪肉产品 进入其市场为由 还是否认了与台湾签署 所谓自由贸易协议的可能性 有台湾媒体曾评论称 美国贸易代表署 无意洽签所谓自由贸易协议一事 戳破了所谓史上最佳的台美关系 也让外界清楚了解 所谓台美关系的虚与实 蔡英文宣布开放美猪美牛进口台行政机构 随即召开记者会表示 目前的项目都不用所谓修法 不需送台立法机构 只是订定标准进行预告公告 开咨询会后即可执行 而在蔡英文宣布这一消息后 不仅立刻引来蓝营的反对声 就连绿营明代也是脸色难看 28号中午蔡英文跟民进党接明代先行沟通 但是消息来得太过突然 过去大力反对开放美猪美牛进口的绿营明代 脸色很难看 我们都还不知道的当中 干嘛还有多多少少有一点冲击到我的心境 也必须要跟我们整个产业 像我们那边的猪农 我们必须要去跟他们说明清楚 报道称开放美猪进口 对台湾中南部农业大线冲击最大 绿营明代担心无法给支持者交代 另外蓝营方面则是火力全开 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也发文 质疑蔡英文卑躬屈膝换来了什么 要说清楚讲明白 另外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办公室28号晚间发新闻稿批评 民进党所谓在野时立足美猪美牛进口 施政后却开放 蔡英文对外卑躬屈膝的政策再添一力 他因为双重标准与发夹弯向社会大众道歉 国民党籍台中市议员黄新会召开记者会 痛斥民进党足势金飞 违背当年领检出不开放承诺 呼吁全民抵制美国肉品以行动来力挺台湾养猪户 报道称台湾去年猪肉消费量大约是80多万吨 进口则是8万多吨 加拿大是最大的进口国 不过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莱克多巴胺 如果没有明确标示是进口还是本地猪肉 民众根本就分不清楚 而且台湾在1997年爆发口提议之后 全台湾养猪的数量从1000多万缩减到了目前的五六百万 好不容易熬到去年口提议拔针 今年6月正式开放外销 本来期待养猪量会逐渐增加 但是现在突然说要开放美猪进口 养猪业担心受到严重冲击 蔡英文一指命令美猪美牛将从明年1月1号起大举攻台 据报道 有位台农业部门官员说 原本接收到的指令要行政部门积极与岛内养猪户沟通 但后来改为先宣布再沟通 推测是民进党当局不想让所谓在野党的反对声势做大 宁可先拍板 先斩后奏 蔡英文强调 开放韩莱克多巴胺的美猪及30月龄以上的美牛 这是符合台湾整体利益及未来战略发展目标的决定 而实际上 民进党当局是在拿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 及牺牲岛内养猪户的利益 与美国交换经贸谈判的门票 据台湾媒体报道 开放美猪进口的消息传到台湾养猪户的耳朵里遍地哀嚎 全台湾200多亿元新台币的产值也恐怕会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目前 猪农们已经怒不可恶 开始启动串联且不排除北上抗议 有岛内养猪户就说了 选对人天天请人节 选错人就变天天清明节 台养猪协会副理事长康复户表示 民进党当局7年还计划增养100万头猪 许多人到现在还以为不会开放瘦肉精美猪进口 结果令人错愕 台湾联合报报道 民进党当局政策转弯后 昨天 台湾的网络广传政治穿越剧 说的是马英九施政时期要开放含瘦肉精的美猪进口 当时 民进党执政的县市长联手抗议 绿营民代还扬言要马英九下台 民进党中央甚至定调要用反对埃克法的强度 来反对美猪 联合报评论 民进党拙飞金势 政策转弯的程度比卑躬屈膝还厉害 轻毁诺言恐成政权崩坏的滥伤 蔡英文宣称 开放美猪美牛进口 是强化所谓台美链接 显示台湾摆脱不去依赖美国的思维 蔡英文上台以来每每迎合美国方面打台湾牌 表面上所谓台美关系已经是民进党当局宣称的最好状态 而事实是两岸关系已经进入最危机状态 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和舆论相关报道的梳理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28号具有台空军背景的台湾汉强公司与F-16战机制造商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成立F-16战机维修中心 蔡英文当天在出席活动致辞时宣称 维持区域和平稳定不是靠卑躬屈膝 而是要有坚实的防务 有了F-16维修中心战机维修所需的时间会大幅缩短 妥善率也会大幅提升 确保防务前线的空忧战力 民进党当局一方面紧抱美国大腿 甚至不惜升高两岸紧张态势 而另一方面却放话称担心区域擦枪走火 蔡英文27号谈及两岸冲突可能性时 他称区域军事活动日益增加 担心会擦枪走火 对此有岛内网民毫不客气的怒对 你一直在挑衅大陆还会担心擦枪走火吗 可谓是鬼话连篇 王英九也再次质疑蔡英文 为何不能帮助台湾避战 并抢蔡英文 有本事你就把艾克法废掉 蔡英文27号应一家澳大利亚智库邀请 在一场活动中发表视讯演说 针对两岸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蔡英文称各方必须审慎约束 才能避免两岸冲突 并要求大陆保持自治 他还甩锅称国际社会密切关注香港局势和大陆在南海的军事化行动 也因此更严密监控台湾海峡的情势 他紧接着表示 区域军事活动日益增加 我们担心会擦枪走火 因此各方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是很重要的 以避免误解和误判 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 不仅多番对大陆发出挑衅言论 还大搞军事演习 并不顾百姓生计 大手比对美军购 面对上台后 不断操弄两岸对立的蔡英文的这番言论 由岛内网民毫不客气地怒对 你一直在挑衅大陆 还会担心擦枪走火吗 鬼话连篇 近日 关于两岸是否可能爆发战争的话题 在岛内持续升温 27号 马英九与大九学堂学员在澎湖进行户外教学 在与学员谈话中 马英九再度质疑蔡英文 为何不能帮助台湾避战 她还呛蔡英文 有本事你就把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ACFA废掉 在回答学员对美国和中国大陆关系的看法时 马英九重申 此前她提到的首战及中战 美国不会来的观点 她分析 第一 主观上美国没意愿 美国人民不支持 第二 客观上美国可能也没这个能力 所以美国非常审慎 绝不轻言要来支持台湾 马英九还强调 想想看 连协助台湾进入世界卫生大会都扭扭捏捏的 所以台湾人民一定要小心 马英九苦口婆心向年轻人重申九二共识的重要性 她说九二共识是一种比较婉转的方式 让海峡双方能够维持关系 她也透露自己曾在国民党内 针对两岸关系有四大支柱的论述表态称 有四十大支柱都没关系 但制度应该建立在九二共识之上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法官之前认为 岛内党产条例有违反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的一意 申请所谓事件 28号台司法机构所谓大法官会议作出解释 称党产条例全部符合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 台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成立后 陆续认定台湾中投 新玉台台湾复联会等为中国国民党的负罪组织 国民党等不符 分别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何一廷 七名法官认为 岛内党产条例有违反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一意 向所谓的大法官申请示线 报道称 台所谓大法官会议总共有15名大法官 目前由蔡英文提名任命的大法官达11人 针对所谓大法官宣告台党产条例 全符合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 28号下午 中国国民党方面召开记者会 痛批所谓大法官丧失独立性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王玉民表示 国民党对于所谓视线结果并不意外 他痛批 台湾司法的独立性在民进党施政下荡然无存 所谓大法官是否已成为民进党的附随组织 社会自有公平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也表示 国民党的党产有其历史问题 但国民党也用最大诚意和大家说明 要互法不互产的态度来解决国民党的党产问题 江启臣说 以民进党仍然用政治斗争追杀所谓在野党的态度 处理国民党的党产 未来只会继续把国民党的党产当成政治提款机 另外台湾妇女联合会也就此问题发出声明表示 绝不会因为这次的护航解释而灰心丧志 已经完成充分准备回到行政法院 会就党产会这一段日子 以臆测罗知或错误解释 严重误导舆论视听的部分 以证据法则逐项驳斥斥说明 澄清台湾妇联会绝非国民党附随组织 还原历史真相 维护真正的公平正义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内容部门日前通过政党条例修正草案 新增政党具有实质影响力的人员 违反所谓台湾安全条例 得废止政党 此举在台湾岛内引发争议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政党条例修正草案新增 对政党组织运作等决策 具有实质影响力的选任人员 如有违反台湾安全条例 或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 经判刑确定且情结重大者 得废止其政党备案 根据台内务部门提出的所谓修法方向 未来政党经费如果申报不实 政党负责人要连作处罚 还新增了空壳条款 一个政党至少要维持100名党员才可以 而其中最受争议的 还是未来政党的选任人员 像是党主席或者是中常委 如果有人违反台安全条例 那么政党就可能要被迫吹灯喜好 在这个比例原则以及在拿捏的部分 我想还是需要非常充分的沟通跟讨论 整个政党的累积都要因为一个人而被撤销掉 我觉得这个是比例原则很难拿捏 连绿营明代都认为还要再想想 毕竟党员犯罪整个党要跟着陪葬 就怕遭有心人士利用灭党 怎么拿捏斟酌修正 明代说要等草案送进台立法机构 再来通盘讨论 据台湾媒体报道 新北市警方近日破获一个运毒集团 当时集团成员把三万多包毒咖啡包 装进帆布袋内洋装成搬家 准备运送到其他仓库 没想到遇上警方盘查 当场人赃俱货 都是那笔小心包装 警方上前盘查 手电筒一照 帆布袋装的全是毒咖啡包 尽管被人赃据获 但警方怎么问 他就是不肯回答 原来是站在这等朋友 因为警方发现 当时白色休旅车 开进板桥松柏街的空地 男子先下车 车子随即离开现场 而帮忙开车的驾驶 就是刘信主贤 一袋袋毒咖啡 刻意贴着蜡笔小心包装 想掩人耳目 算一算有3万包 用29个帆布袋分装 还有3公斤的原物料 总共可制成7万包毒咖啡 市值高达3000万 警方调查 运毒集团的23岁诚信嫌犯 跟两名共犯洋装搬家 把3万包毒咖啡及原物料 装进帆布袋内 准备运送到仓库存放 没想到民众收垃圾时 发现察觉有意赶紧报警 才因此露线 全都遭到查扣 本栏目由金砖会晤用酒 符毛叫酒赞助播出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 左下方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 开设的官方账号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 右下方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 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 据名播出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8月28号到30号 第16届海峡旅游博览会 在厦门举行 作为跨省团队游 恢复后的首个文旅展销盛会 本届展会内容 覆盖了主题度假 养神康养 智慧旅游等产业 全方位多层次的满足广大游客的需求 海峡旅游博览会举办15年来 始终秉持融合发展合作共赢的主题 今年的台湾馆延续往年的规模 30余家展商参与 带来台湾特色伴手礼 以及台湾旅游资源 在现场进行推荐 看到这些酒都是从台湾马祖酒厂 我们带过来 试试来参长的一些酒 每年旅展我们都会来参加 因为在台湾岛内 也希望跟大陆这边能够多交流多接触 我们也努力的在大陆各地 做一些旅游的推广 然后吸引大陆的游客来台湾旅游 后疫情时代 求新求变已经成为文旅业复苏的重要课题 大陆展商也带着全新旅游市场营销方案而来 拉近了我们和厦门市民乃至福建周边地区市民的这种旅游互动和体验 同时也是借助这个平台 让更多的人了解旅游是一件束手可及的事情 本届博会上 全国文旅商贸联合体也正式成立 未来联合体将助力贫困地区打响旅游土特产以及文旅品牌 也为脱贫攻坚做出贡献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你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点栏资讯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8号 宣布因健康原因将辞去首相职位 这是安倍第二次因健康原因辞去首相职位 而在四天前 安倍刚刚创下日本首相连续在位时间最长记录 分析人士指出 日本当前面临新冠肺炎疫情 经济低迷等诸多问题 安倍突然宣布辞职 加剧了日本政治 经济 社会等领域的不确定性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8号在首相官邸 会见记者正式宣布辞职决定以及原因 安倍表示 他决定辞职是因为顾及溃疡性肠炎复发 今后一段时间需要专注于治疗 安倍此次宣布辞职前已有种种征兆 8月17号 安倍到庆应大学医院体检 时间长达七个多小时 由于这次体检距离上次太近 且持续时间太长 结合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 安倍7月初曾在办公室吐血等情况 日本舆论普遍担心安倍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但是当时安倍本人 政府和自民党高层均出面否认 然而就在安倍创下连续在任时间新记录的24号 他再次赴庆应大学医院 且此后几天 他预定出席的部分党内活动被取消 使外界对安倍健康状况的疑虑加深 在安倍连续执政近八年后 日本社会已经习惯安倍时代 他突然宣布辞职 给日本未来内政外交走向带来了不少的悬念 经济方面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 安倍经济学多年积累成果基本化为乌有 日本政府8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 日本经济环比下降了7.8% 按年率计算下降27.8% 为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 至此 日本经济已连续三个季度下滑 分析人士认为 日本经济复苏进程缓慢 难以实现微型复苏 外交方面 安倍一直寄予厚望的对俄对朝外交均未取得突破 日韩关系则因未安妇 劳工贸易禁令等问题长期低迷 安倍最得意的对美外交 也因为美国今年大选结果难料 而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社会层面 日本新冠疫情持续低烧 目前日本确诊病例已经超过6万例 东京奥运会推迟到明年夏季举行 但是前景仍不明朗 而在政治层面 不排除日本政局出现更大变化的可能 解散众议院进行大选的时间 最晚只能拖到明年10月 即本届众议院任期届满之时 如果自民党内部持续动荡 而反对党通过重组集结力量 届时无论大选的结果如何 自民党未来执政前景恐怕都会受到影响 此外有消息称 自民党将考虑在9月15号举行总裁选举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英国政府28号表示 你采取包括修改有关法规在内的 一系列新措施 以允许监管机构临时授权 紧急使用安全有效性 已经获得证明的新冠肺炎疫苗 从而拯救生命并结束疫情 英国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说 从2021年开始 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 将正式设立一个全国性认证体系 负责为符合安全有效性高标准的 新冠肺炎疫苗和疗法提供认证 英国政府即日起 对修改有关法规等措施 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三周 如果一切顺利 有关变化将于10月生效 目前英国牛津大学 帝国理工学院以及剑桥大学 都在快速推进 获政府资金支持的新冠肺炎疫苗项目 其中前两个机构开发的新冠疫苗 已经进入临床试验 巴基斯坦国家灾难管理局 28号发布报告说 今年6月15号以来 强降雨在巴基斯坦引发的事故 已经造成至少106人死亡 52人受伤 报告说 强降雨还导致巴基斯坦 全国上千栋房屋受损 大量民众流离失所 国家灾难管理局 已经向受灾民众提供帐篷 毯子 蚊帐 食品等大量救援物资 受季风影响 每年6月至9月 为巴基斯坦的雨季 降雨量明显增多 好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